2月4日 多哈哈马德水上运动中心 明显这一跳要比第三跳好很多了 这是两人第三次站在游泳世界赛女子担任十米台上 而前两次比赛 夺得金牌的都是陈玉希 那么这次呢 从玉塞的情况看 陈玉希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 足足领先了全红蝉35.90分 第三次相遇试锦赛 这是陈玉希第四次参加游泳试锦赛 而前三次她都拿到了担任十米台的冠军 2019年光州游泳试锦赛上 还未满15岁的陈玉希首次亮相就一举夺冠 此后 在2022年布达佩斯试锦赛和2023年福岗试锦赛的女子担任十米台项目中 她全部夺冠 实现了试锦赛三连冠 而这次她的目标自然是在多哈试锦赛上实现四连冠 这是全红蝉第三次参加试锦赛 前列两次试锦赛 她都是亚军 而冠军全部是陈玉希 在过去12次交锋中 她与陈玉希的竞争十分激烈 并以四胜八负稍显下风 不过 全红蝉在大赛中表现明显更为抢眼 她在东京奥运会 2021年全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都取得的胜利 而这次 她自然不想再和试锦赛担任金牌擦肩而过 虽然较量这个事情总是有胜有负 但两个小姑娘心态都挺好 被问到如何尽快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时 全红蝉的回答是继续练 而陈玉希则表示 把每个动作都练到极致 是比登上领奖台更吸引我们的事 陈玉希表现更稳 但较量总要分出胜负 在昨天的预赛中 陈玉希再次凭借自己稳定的发挥 排在了第一名 她不仅是全场唯一一位得分超过400分的选手 而且领先了排在第二的全红蝉35.90分 从两人以往的交手记录来看 这个分差都是非常少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差 可能还是和稳定有关 其实之前周继红就曾点评过全红蝉和陈玉希 她表示两人之间的水平在伯仲之间 谁输谁赢都很正常 但是全红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心态不如陈玉希稳定 而在昨天的预赛中 全红蝉第一跳就出现了小小的失误 得分没有达到80分 此后 她虽然在第二跳发挥完美 但在第三跳中再次小瑕疵 最终总分只有399.30分 这个分数对于极具天赋的全红蝉来说属于低分了 而相比较 陈玉希的五跳始终发挥稳定 并跳出了435.20的高分 获得预赛第三的是英国姑娘斯潘多里尼 得分为344.00分 从实力和分数来说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对于两位中国姑娘完全不构成威胁 但就自己的表现来说 全红蝉看来还是压力有些大 导致自己的心态不够稳 女子十米跳台的半决赛和决赛分别在北京时间的五日下午和深夜来进行 届时到底是陈玉希能够史无前例的完成四连冠 还是全红蝉能填补自己的大满冠空白 首夺世锦赛担任十米台冠军 非常值得期待